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年度總冠軍賽 八強七最終決戰 已經進入最關鍵的倒數階段 為了留在這個舞台上 八強藝人可以說卯足了全力 而上週已經有四位參賽者 完成了他們的表演 也獲得了評審高度的肯定 每一次你伸出手的那一刻 我都覺得好像有一道光 是把那個希望傳達出去 這個當然是很優美的 畫面是很好看的 把這個經典的電影重現 非常非常的棒 看你這麼多次表演以來 樓樓這條舞是最棒的 截至目前為止 李珞晴暫時落入了危險名單 而本週又有最後四位藝人 即將登場 想要繼續向年度總冠軍寶座賣景 他們每個人都有不能輸的壓力 究竟最後誰將離開這個舞台 請鎖定今晚的 《愛妮雅舞力全開》 好,我們確實下一支音樂 好 好,來 王建復先生第五組囉 好 到底會是誰 王不見王 誰說的呢 下一位就是王燦 王燦今天會有什麼 令人驚艷的演出呢 王燦 王燦 長在 U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It's my life It's now or never It ain't gonna live forever 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 My heart is like an open highway I said I'm getting in my way 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 It's my life It's now or never 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 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 My heart is like an open highway I just wanna live my way I just wanna live my way 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 It's my life 謝謝王燦、邱凡席老師 帶來的It's my life 好帥哦 應該大家都非常喜歡這一支舞蹈 帥地了 你自己覺得大家這麼熱烈 然後覺得你很帥的原因是什麼嗎 可是謝謝大家 因為我沒想到我人緣這麼好 對 你覺得這個掌聲是同情的掌聲嗎 就是給我加油打氣 不 對 不是吧 你今天很帥 就是很有男人味、很Rock 整個搖滾味十足 然後身材練得真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練習的時候 我們真的練這個舞蹈 是用性命在練 對,而且是用別人的性命 不是我的男人 是我剛剛人不在嗎 還是我很仔細的在看哪一個橋段 需要我們的老師受傷 除了你們兩位之外 只有另外兩位舞者嘛 兩位舞蹈老師 對 他們怎麼了 這個其實大家看不出來 其實最後面用鐵鍊圍我們一圈 那個是有危險性的 是 因為要把它崩開 對 崩開稍微有回彈的力量 一開始沒有注意到 老師他是用... 我請他們要幫我用力稍微扯一下 結果他一扯的時候 他是往上扯 結果彈到眼球 彈到眼珠 當天晚上 我們的老師直接進急診室 然後我們大家都嚇傻了 哪一位老師啊 就是我們的凱琳老師 來,歡迎上台 跟我們分享一下 所以等於是他一拉轉 就是一個這樣 對 然後直接打在老師的眼珠上 是 真的是處處是危機啊 有時候意外真是讓我們想不到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另外一位老師 請自我介紹 怎麼稱呼 我是楊悠祠 來自淡江大學 我都叫他Yuki Yuki老師 對 Yuki老師 是 二位辛苦了 為了這支舞蹈 真的冒了生命危險 謝謝二位 謝謝 兩位請先休息 謝謝 據路透社 報導 有這樣的一個消息 不知道是真假 聽說你非常苦惱 對於這支舞蹈的拍子很難抓 覺得就笨掉 傻掉 對那個節拍 從2開始 就是會跟不上 所以對你來講是很困難的 對我來講很困難 老師,他一直... 超困難的 剛才在排練的時候太兇 我根本就是竹竹第2 我躺著 我們整個房間躲起來 嚇傻了 他想看什麼竹竹出現了 你看 我怎麼又中槍啊 因為大家用心良苦 怕你睡覺 三不五指要提到你一下 希望等一下每一位藝人跟舞蹈老師 也好鼻罩伴臨 提氣不好就對了 你剛剛為什麼念他 我覺得他是腦怒了 我沒有念他 我只是叫他繼續Keep Keep 結果他中間忘步了 說沒關係,繼續下一段 繼續 他就突然這樣 我去呼吸一下 然後我整個就躲起來想說 我也會嚇到好不好 我又會搂搂說 怎麼辦,燦哥生氣了 怎麼辦 沒有啦 後來燦哥他有跟我解釋 因為他一直在那邊練 然後練旁邊很多人 他很想要把那個舞步記起來 然後突然有人卡到他就覺得 我好不會跳到這兒 然後又卡住了 那他又要再從頭來 他是在氣他自己又又填住 結果老師又要叫我跳 那明明後面有很多人 因為就已經沒位子了 可是你一要我出去 我們沒辦法去縮那個腳 因為一定要跨出去才會數那個拍 一縮腳 因為其實還不是那麼完全熟 所以就整個又亂掉 老師又跳啊 跳啊 我就... 沒有那麼兇 我說繼續 他說繼續 竹竹 惱羞成怒 這就是人性啊 對啊 被逼及了 都隱藏不了了 對不起 互相會需要忍受對方 你說 你說 我真的真的非常謝謝凡席老師 他真的跟雅玲老師不一樣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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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中央 你比雅玲幹嘛 等一下 等一下 有話說 老師也有老師的性格嘛 凡席老師他居然 他用玩笑話來化解那個尷尬 對 然後他又再度的把我找回來 然後跟我開玩笑 然後就一直讓我情緒平復 繼續在帶著我練習 是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個性 我也沒兇過你啊 好 好 你看白眼翻得好白哦 這個從舞台上 已經... 戰火蔓延了 蔓延到私底下的生活了 不過各位兩組 你們先息怒 跳舞這件事情不是過程論 是結果論 對 你們表現怎麼樣 其實這才算數啊 對啊 我們讓評審來說看看 說不定你們的過程是沒有影響 是 好 藍波老師你的看法 這個表演基本上就是一個 然後 但是依然的進步的地方是什麼 一進步的時候 他嘴巴真的比較少呼吸了 我想應該原因是因為 他有邊跳邊唱 所以有歌詞的幫助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 讓他變得自然很多 然後我覺得最... 這支舞應該最難的地方啊 就是應該剛才就講的算拍子 通常我們會建議說 如果你抓不到拍子 你可以加入一個疊字啊 例如說有些人是 A 2 3 4 A 2 3 4 如果小半拍你可以變 王燦 2 3 4 王燦 2 3 4 2 3 那三個名字呢 就三個字了 侯怡君 2 3 4 那不是啊 你這樣搞得瑪格莉特很難跳耶 那瑪格莉特 瑪格莉特2 3 4 我覺得就是 可能可以加一點點自己的拍子進去 然後讓自己很好記憶 讓大家速度會滿 但是說實在 今天鋼鐵的形象 深植人心啊 棒 謝謝藍波老師 說得很好哦 王燦 你願意再試一下 如果加個A、B、C 或是自己的名字 再2、3、4 可是 我們跳的時候是1&2 你就1、2、3 王燦 1、2、3 王燦 對,好 那你試試看 1、2、3 王燦 4、1、2 沒有聽別王燦就好了 那這邊怎麼回事 4就是王燦 請問那邊怎麼回事 老師笑一頭 那一堆學怎樣 他們... 為什麼要欺負我的唱歌 他們也不是真的欺負啦 只是說王燦已經出現過了 為什麼還要4呢 對 王燦等於4 4就是王燦了 對,就沒有4了 對 好不好 你還有勇氣再試一次嗎 加油 1、2 1、2、3 王燦 1、2、3 王建復 1、2、3 我一句 1、2、3 1、2 掌聲鼓勵 有了 進步了 你成功了 自己還變奏耶 怎麼站在這舞台 整個都變笨了,真的是 不會啊 不會啊 你越來越棒了啊 我們聽聽看 另外一個老師的看法 鄭竹男老師 今天表現得非常帥氣 男人味十足 還有非常擁有巨星家世 是,我覺得今天的音樂性很夠 然後因為這個重拍很強 所以有時候很容易分 不僅一拍或者二拍 我覺得你今天在演出的時候 分得很清楚 他再一點小小的建議就是 因為舞者也是一個道具嘛 後面有兩個舞者 然後我覺得他們在後面拿繩子那一段 沒有什麼... 因為整個以鏡頭來看 會覺得沒有辦法拍到他們兩位 對,所以他們只是拿著身子這樣搖擺 所以他們的動作 是不是可以再把這個部分 在舞台再填滿一點 讓他整個那個故事性 可以蓋更完整一點 要不然今天表演是很棒的 好,謝謝竹男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看一下 有一點覺得想笑又不是很想笑 然後想表達又不是很想表達的 瑪格麗特 瑪格覺得燦哥 一、二、三 瑪格麗特 一、二、三 瑪格麗特 表演得非常好 我覺得你真的進步很... 就是我喜歡的地方是 大家看不出來是 因為大家非常的不協調 你知道嗎 但是這一次看不出來 溫柔一箭耶 這個背後好多箭啊 沒有 對 對,就是一開始 我看到你的時候 是真的看起來是不協調 但是現在是完全... 如果我今天來 我沒有看過你本來的樣子 之前 我是覺得... 之前的樣子 之前的樣子 我是覺得這個男生還滿會跳舞的 謝謝 是 現在的燦哥 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是 那叫瑪格麗特 完全洗掉之前的印象 因為我可以講一個壞的耶 你要不要更壞哦 我就想說你今天這個怎麼這麼好 我們講一下他可以進步一點的地方 原本工作人員問我是說 關於這個比賽 第一冠軍跟最後會被淘汰的 第一個是誰 你知道我講的是你 你知道嗎 那現在我看有可能你的分數 還比我的高吧 有可能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在跳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一直在覺得 搞不好今天就是我要離開 所以你心裡很忐忑 很忐忑 所以我剛剛其實一直常常在... 坐在那邊放空 對 讓自己... 放鬆 對,放鬆 我就說他們兩個很像啊 好,我們不要再折磨藝人了 讓他們趕快來看分數吧 對 好,真的要再次邀請珞晴 還有文藝老師來到舞台中央 兩位辛苦了,再度上台 重金獎,ROCK的王燦 是不是可以得到 評審老師的青睞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王燦還有邱凱希老師 到底這一組是我的心 我們的南下高分 現在分數來到87 87 88 88 89 好 這個要接近珞晴的分數了 89.4 89.5 再來 有點變慢了 要小心了 89.8 沒有 還有同分了 89.90 超過了 王燦的分數是90.6分 主導老師KIMIKO老師90分 特點老師90.1分 南波老師90.6分 王燦今天化身成為 搖滾巨星邦曉飛 又唱又跳的精采表演 令全場都跟著沸騰了起來 表現相當亮眼哦 好,那就請王燦 幫我們抽出下一組藝人了 來 燦哥 剩下三組 到底會是誰呢 好 剩下賓家綺、賓傑、彤彤 還有鍾雅如 會是誰呢 大魔王 來,很明顯啦 鍾雅如 看鍾雅如今天的打敗 相信表演應該也很特別哦 接著 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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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身體運動的 就是廣正老師 所以他知道怎麼用力 或是在我身上實力 才能讓我動作做得最漂亮 所以湊巧也剛好 彼此之間默契夠 也剛好選擇了森巴 才有今天這麼棒的一個演出 不過我很好奇 剛剛動用這個威亞 是我們真的沒想到的 不過多動用了 為什麼不多來一下呢 今天第一次接觸到威亞的時候 其實我還滿擔心的 可是剛剛看起來 我覺得我掌握到他一些原因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我做 我下次可以做更多 不過雅如這個威亞 會不會覺得很難做 你會不會害怕 看起來好像滿簡單的 就上去下來嘛 不會害怕 就是前面一開始 他說要掉什麼多高什麼 我說來啊,OK啊,來 然後到現場第一次試的時候 一上去我就看在下面 原來這麼可怕 就是我就說 我不知道要掉這麼高 當下那個感覺是會有點腿軟 就是會有... 還好啦 我覺得沒有上次 上次讓我們印象很深刻 他覺得今天表現得 他自己感覺滿有信心 滿滿意的 可是不是滿意耶 我是在想 我剛才那裡為什麼跳錯 哪一個地方跳錯了 比如說那個紅心皇后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明明就知道要轉這一邊 才能直接出這一步 才動流的那個舞步 但是我手已經要往那邊 但我身體就突然的往這邊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反而那種錯 我就覺得我在幹嘛 就會很懊惱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看到對手 忽然就嚇到 想到紅心皇后好面熟哦 這個紅心皇后 這皇太妃耶 對啊,好久沒看到本人來了 歡迎 來,怡霖老師 好久不見 來 這個真的是太厚啊 看到當然會怕 真的 你也太久沒出現了吧 不好意思 就讓老公... 老公獨自在這個舞台上面奮鬥 這次總算決定要出面了 為什麼 這次是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讓你也想要加入這個舞序裡面 其實廣正每一首舞 他就會在晚上的時候 表演一次給我看 就整首舞從頭到尾 然後我覺得到最後這一首 就是既然有一個角色 我覺得我應該要來參與一下 不然我都沒有露到臉 就是我每天晚上都在那邊 監督他 每一首舞有沒有問題 所以想說還是 終於有一個適合的角色 是 謝謝怡霖 謝謝 來,我們稍坐休息 謝謝 謝謝我們的紅心皇后 我想玩一個遊戲耶 怎麼樣 因為他常常會出很多收主意 然後讓雅如去撞、去翻、去跑、跳 是 我想讓他自己吊吊威雅、吊吊看 你說剛剛那個動作 對啊 那難度一點不高吧 對不對,來 我們可不可以... 來,但是要小心一點哦 往這你要不要熱身一下 我不想你手收手 要伸直 要伸直 他整個會... 他會有那個力量賣拉 好,OK,預備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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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花俏啊 怎麼突然有人像小丑 你能夠像是跳捷舞嗎 好,我們今天就... 往正向能不能跳捷舞 好像小丑 你能不能基本的踢一下 可以耶 空中捷舞耶 好帥哦 掌聲鼓勵 不錯哦 我們下次轉給他們握鼓掌握 被你破哏 咻 我把你破哏 聽不懂嗎 是 原本是被你破哏 我們就不做了 好,那你自己再想辦法找一個 更棒的好了 對 好,聽聽看老師們的看法 佩玲老師 這個愛麗絲夢遊生鏡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是不清楚 或不知道的 然後我會覺得 會不會戲演太多了本來 可是我後來看到 雅如一開始就跟長紅老師 來一段快山步 那個兔子也很可愛 他的快山步跳得也太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雙胞胎嘛 雖然是搞笑 但是還是舞蹈的那個動作 非常的完整 而且圓滿 然後接下來呢 跟廣正老師的這樣 小丑的這樣的對跳 跟紅心皇后 這整個完整的演出 他除了合邏輯性之外呢 你的每一個舞蹈的布置 基本還有銜接音樂跟我們的幻想 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故事非常的完整 所以廣正 我很喜歡很喜歡你的編排 我也很喜歡很喜歡雅如的表現 謝謝老師 謝謝佩玲老師 我們再聽聽看 其他老師的看法好了 鄭竹男老師 雅如這個表演呢 你的除了場景啦 你的陣戰卡司 我覺得都非常的到位 他整個故事編排非常的合理性 然後讓觀眾很容易看得懂 我沒有看過你跳森巴 但我覺得你森巴的 那個基本還是有應用到你的身體 所以我覺得跟地板 產生的重點也很... 你的轉換也很足夠 這是我覺得很驚訝的部分 今天整個舞老師非常完整 我跟你的分數非常高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謝謝鄭竹男老師 其實這個音樂也很重要 我覺得最難的是 怎麼把音樂給連接起來 應該花了很多時間在音樂上面吧 就是簡音樂老師是高手 他接音樂 有時候四、五首歌接在一起 我都以為是同一首歌 他滿厲害的 對 這個高手太多了 不只是接音樂老師 他們有很厲害的擇氣球老師 我都忽然想到 一開始其實愛麗絲不是你耶 他還在後面嗎 對,我們有真正的主角 你是不是說那個氣球娃娃嗎 對啊 真的好可愛 氣球做的 這是氣球耶 對 然後只是其實講真的 他出來就只有前面這個 四到五秒的時間 光做就不知道花多少時間 而且威亞 大概也是用了十秒鐘的時間而已 其實花了很多的心思、金錢 就是為了呈現最好的那一面 給觀眾朋友 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超越自己 辛苦了 很想要跟他致意一下 很辛苦,真的 真辛苦 那就帶著娃娃 來一起看你們辛苦過後 是不是會有亮麗的成績 來 不得不再一次邀請珞晴 還有我們的文藝老師 鍾雅如 他今天帶來的愛麗絲夢遊仙境 是不是會得到評審老師的青睞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鍾雅如 請給分 還有楊廣正老師 這個愛麗絲夢遊仙境 非常恰如其分地用國標 呈現出我們著名的童話名著 到底這樣子的呈現 能不能拿到高分呢 看來分數是不俗啦 已經一直來到了91了 還在往上升 他們的分數是 91.3分 童男老師 佩玲老師91分 KIMIKO老師 還有藍波老師91.5分 我的天啊 他的分數都很高耶 不管如何,恭喜你 將家喻戶曉的童話故事 搬上國標舞台 雅如這支舞蹈 無論是創意或是舞技 都令人相當驚豔 也期待他下一支舞蹈的表現哦 來,麻煩為我們抽出下一組 雅如 好,剩下賓家綺、賓姐 還有彤彤 答案就數 賓家綺身上 賓家綺的鬥牛舞 會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呢 优优手 雅如 貓 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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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粑子裡看 eso 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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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禄 遇見 好 跟 混音 一大大小你咬咬 一大小你咬咬 咬咬咬 一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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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丁家綺 我們已經喬帶來的鬥牛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可愛的鬥牛舞 對 那一隻牛太搶戲了 不好意思 都沒有看你們兩個在跳什麼 我都在看那隻牛在幹什麼 而且... 還在後面給我做仰臥起座是怎樣 他剛剛是不是有做伏地挺身啊 對,他在後面就自己開始做核心訓練 我叫你不要搶我的光彩 太有趣了 這風格跟以往的丁家綺 你給我們的感覺都完全不同耶 對 這絕對不是你的想法 很明顯是那隻牛的想法 自己想要上台表演 應該是京橋老師啦 是不是 對,因為我這次真的拍戲 超級沒空的 對,你也在春花的劇組裡面 對,所以我要說 這次全部都交給京橋來 來想這個舞蹈 是 老師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發想呢 其實這一次我覺得 我覺得我真的還滿謝謝家綺的 因為他... 剛好真的他因為他拍戲太忙了 所以他給了我發揮的空間啦 對 在抱怨前兩支舞的感覺 沒有,不是 然後... 但是我覺得這一支舞就是排完之後 其實我心情是滿舒暢的啦 對 因為他除了就是肯讓我用道具以外 然後還讓我做了人海戰術 然後還有一件事就是 但是他其實真的算很棒很棒的一個舞伴 他也知道我們兩個時間不多的時候 他會用最快的時間把舞步記熟 然後有的時候 他也一直叫我調慢一點... 然後我就偷偷的嫁回去 嫁回去 再嫁回去這樣 沒有,因為我原本也會想說 你要冰的鬥牛很好 我覺得鬥牛反正就是氣勢慢慢來這樣子嘛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鬥牛跟捷舞一樣快 然後音樂一開始我就 這根本不是鬥牛嘛 這有點像捷舞的那一種音樂嘛 速度 結果沒想到說這支舞 有史以來跳最累的一隻鬥牛 但是你也無力反駁了 對 因為我說這支舞 根本完全沒有任何的思考空間 我說全部交給你 然後知道說他一邊只邊這麼快的舞 難怪,我正要想問說 你們之前不是都堅持不用道具 不用人海戰術的嗎 原來是這個原因 不過這個畫面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滿 非常的豐富 有歸功於我們之後 後面就幾位舞者 請給他們一個掌聲 鼓勵他們,對 你可以讓我們看你的如山珍面目 來 滿頭大了 好熱耶 辛苦了 我們又再次見面了 你好 這一次也是烏龍麵 把你們找來啦 沒有,這一次是滷肉飯 這一次怎麼請只有滷肉飯 更糟你們還來啊 太小氣了你 沒有,這一次其實是他們請我吃滷肉飯 而且還三個人一起請吃一碗滷肉飯 更不合理 沒有啦,就是因為其實他們上一次 來了舞力全開之後 他們發現他們上癮了 然後所以他們就拐我去吃滷肉飯 所以是對舞蹈上癮 對,舞蹈 對這個舞台呢 也很上癮 覺得很棒 覺得如果在這其中的話 我會非常的有成就感 得到開心 不過真的也要非常謝謝 這麼優秀的工程師 這麼優秀的舞蹈老師 謝謝千萬舞團 我們先到旁邊稍坐歌曲 我們在春花現在如火如荼的感動當中 冰姐已經沒有時間了 可是你不只還是來表演 還表演得這麼好 你現在心裡面 有沒有什麼感想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一次真的是滿辛苦精巧的 他花這麼多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他說... 他給我感覺說 以前我都是跳一些慢舞啊 或者是那種比較正經一點 那他是說 你要不要跳一個輕快舞的 我覺得好幾次一直很想放棄 然後跟精巧說速度可以慢一點嗎 然後又加上睡眠不足什麼 真的有好幾次真的很想放棄 很崩潰 很崩潰,真的 可是你看 剛剛在舞蹈上整個呈現 覺得一切辛苦真的很值得 值得,對 我想老師應該也會很喜歡吧 是 藍波老師,你喜歡嗎 這個主題對我來講是 然後我必須要誇獎一下家綺姐 家綺姐真的是很用心耶 我覺得真的很有... 我很喜歡他跳舞的感覺 因為在這樣這個緊密的編排來 其實很好體力 而且其實有很多很多接手的問題 然後這些問題都可以一一克服 依然可以做到自己最想做到的部分 所以... 你都不會 Linux GG 表演裡面,我在跳一下有些建議 比如說,賓夷姐跟 精巧在前面跳的時候 大家還會看後面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手法 因為牛在後,後面是有表情的 所以大家會被牛吸引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建議再讓玩偶背對 只是輕鬆的搖動 牽手輕鬆的搖動 得到主秀再轉回正面 他就不會那麼搶眼 謝謝老師 好,謝謝藍波老師 好,接下來請教李佩玲老師 我覺得這個佳琪的舞蹈 它不是天生的 因為他從以前小時候 就是跳舞的人 所以當京橋老師幫他排得很快的 像Flamingo的手勢 可是Puzzle的手勢的時候呢 他的手跟他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擺起來是更到位、更好看的 他本身有舞蹈基礎 再加上他是mix風格的 有一點後現代主義的這樣子的 這隻牛跟整個故事的結合 我會覺得從前面是每一個是 很嚴肅的題材、很深情的題材 或者很意向的 你在這個時候 讓我們每個評審都醒來了 然後雖然那隻牛非常的搶戲 但是我覺得他畫龍點睛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佩玲老師 聽說在這一次的排練當中 差一點點... 不是差一點,是受傷了 你啊 可是... 你哪裡受... 沒有,我們不動 我們take一下 這個眼角 左眼眼角的地方 有一道滿深的傷痕啊 對,金... 這是我昨天練舞的時候 然後腳這樣子一踢 然後我不曉得我踢那麼高 然後整個就打到他的眼睛了 這裡啊 對 這差一公分就到眼珠了耶 沒有你的鞋跟嗎 沒有鞋...前面腳 他會壓腳背啦 我壓腳背去... 所以他踢上來 對 可是因為我平常練舞有戴眼鏡 他就是從我的眼鏡踢下去 然後踢下去的時候 他眼鏡就壓到我的那個 可是當下我沒有覺得什麼 我只覺得踢到了 然後我就把眼睛一丟 然後我們就繼續跳 對 沒想到那時候就流血 對 流疤 因為他之前說我踢太低了 然後叫我踢高一點 所以你就有點賭氣就... 對,那我就想說好吧 你既然每次都覺得 我練舞踢太低,好吧 那我說你心可以那麼開 那你就踢高一點 我覺得沒想到一高 因為因為他在氣 他為什麼音樂要調那麼快 對啊 因為之前加上 你知道心仇舊恨的 對啊 對,所以就來個猛的 練舞受傷都是難免的 因為不可能不受傷 然後但是受傷之後 我就是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還是要把它完成 真的練習時間一分一秒 我都不想要浪費掉 我想觀眾感受到 你們的誠意跟用心 然後舞力全開也非常謝謝你們 真的很辛苦,謝謝 真的是 即使受傷了還是繼續練習 精神可佳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這個真的是觀眾看不到的 楓洋 老師隔壁的樓欣彤 有 我想請問一下 你對這支舞的看法 我覺得這支舞 讓我覺得我非常歡樂 然後有鄉村風的那種感覺 而且他第一句話 你頭看...什麼 外鼓 西伊娜,你頭看外鼓 我覺得好可愛哦 就很親切,對不對 就有那種親切感 而且家綺姐真的很厲害 通常我們練舞 通常都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然後昨天我們在排練舞的時間 的時候我就問工作人員說 那我們什麼時間還可以練 他說八點以後到十二點都不行 他們一次練四個小時 他們前面都沒有時間練 但是一次練就練得很厲害 所以沒有絕對的基本功的話 真的是很難達到 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表現 好,既然這麼討喜又可愛的舞蹈 那接下來就是要看分數 再次邀請珞晴、文藝老師 來到舞台中央 來,再度歡迎兩位 賓家綺帶來的 這支非常可愛的鬥牛舞 到底可不可以得到評審老師的 喜歡跟青睞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賓家綺跟吳京橋老師 這一支鬥牛舞 非常的活潑、可愛、俏皮 到底能不能夠拿下高分 目前分數來到了八十八 八十八、八十九 好,小心點往上攀升 點七、點八 點... 點八、點八、點九同分 好,超過了 他們的分數到底會多少 還滿高的耶 90.6分 竹男老師90.4分 佩玲老師90.3分 KIMIKO老師90.5分 藍波老師91.2分 很高的分數 真的沒有想到可以拿這麼高分耶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一直沒有辦法 可以勝任這種快舞步的 可是沒想到你自己做到 對 尤其又在這麼短的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真的,謝謝老師 謝謝 我也謝謝京橋老師 所以以後 是不是有時候給彼此一個空間 聽聽... 不只是... 我這句話不只是對你哦 所有的老師跟藝人之間 給彼此一個空間 聽聽對方的想法 放下或許會得到更多意外的驚喜 因為其實我還是比較習慣 就是由家綺來主導 就是我覺得家綺 有一個很棒的腦袋跟思維 只剩一支舞了嘛 還可以再多挖一點東西 不是很好嗎 對 有,我已經想好了 是 你都想好了 好 那希望下一次一加一 大於二 甚至超過二 好嗎 好的 恭喜你們拿到這麼高的分數 跳脫一般人 對傳統鬥牛舞的印象 兵家綺今天以這支前所未見 超可愛鬥牛舞 開翻全場 而他充滿創意的演出 也為他奪下了不錯的成績哦 緊接著要登場的 是所有藝人心目中的勁敵 貝土彤 為你還沒想到 在這一點 會不會是 我會不會是 我會不會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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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貝同銅、余鈺謙老師 帶來的《Come to MAMA》 這個動作真的是整情劃一 是 想必是花了很多時間 下去配合的 要不然不可能這麼整齊 而且兩位已經夠強了 還找了一個熟面孔 一起來加入 我們的袁晨兄 王袁晨同學 是 最近吃得滿好的 稍微圓潤了一點點 很有浮相 還不錯 他自己也承認了 這次怎麼會來支援呢 剛好有總冠軍這個比賽 然後主主老師也說 他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說可以有三人組合 比較多元性 然後我想說 我有機會我就一起來 就來參加這樣子 三人國標 比兩人國標是難上一倍嗎 是不是這樣子等比上去的 還是不會 其實比較困難 因為一般的國標 是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他的步伐大小 大概就是會等比例 譬如說變三人國標的時候 兩個男生 他必須一個女生 要跨越兩個男生的步伏 才能去做到換位置的 的一個換隊形這樣 所以對女生來講負擔比較大 然後對男生來講 其實位置也會變相當的擁擠 而且那個接觸的手感 跟那個默契是會 需要時間適應的 對 是沒錯 但是我覺得三人國標 一直都是我很想要做的一個題材 其實國標舞裡面有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是我不會永遠都只是被帶領的人 我有時候我也可以有主導權 去帶領人家 你只三人國標的狀況 是女生 是有機會可以去帶領男生的 對 因為我之前一直很想要做一個 主題是三個女生的國標 我想要把它做成像 那他們兩個伴侶的就好啦 我也是這麼想 但他們不要啊 那你可以找楓洋啊 不過所以你覺得說 國標其實是無限的想像力 只要你願意打破那個框架 什麼都可以玩得出來 對 原成真是救援成功 謝謝 辛苦你了 我們先稍坐休息 謝謝王原成 不過呢 我聽說你很怕跳恰恰 對 一是因為我上次第三季 這個比賽剛開始的第一支舞 我就選了恰恰 貝童彤參賽的第一支舞蹈 就是恰恰恰 然而那次的表現 卻不如他的預期 因此對於這個舞科 他從此就有恐懼感 我當時那支舞的評語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我對恰恰 就有一種恐懼感 覺得我好像沒有辦法把這個舞科 詮釋得很到位 對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比較私人 就是我去比賽的時候 我恰恰罵可蘇都很少 就是專業的評審老師們也覺得 因為我詮釋恰 好像跟其他的人比起來 就是少了那麼一點味道 這個會不會是因為體型 然後...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恰恰感覺就是比較輕快 比較俏皮可愛 說實在 我覺得可能跟我的個性比較適合 但是反而這種輕快俏皮的東西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 讓人家感覺得到 就是這也是我一直很納悶的 對 等一下我們請專業老師 來幫我們解答你的疑惑 那你為什麼既然知道你害怕恰恰 你會有陰影 那你為什麼還要挑戰他呢 而且在年度總冠軍耶 因為我是一個很聽話的藝人 沒有什麼意見的藝人 所以老師說要跳什麼 我覺得好啊 那竹竹老師 你覺得就是應該哪裡跌倒 哪裡爬起來嗎 對,我覺得 然後... 而且難度還要再往上升 不過今天兩位的舞蹈 好像也參了一點戲劇的元素在裡面 你出來還披著一個毛皮大衣 對,那個皮草 感覺要扮一個貴婦名媛 你是得心應手的嗎 當然不是啊 我真的... 你該不會花很多時間 在揣摩這樣的一個角色吧 我回家都看著那個 澳大利荷本的下面看 十分鐘才睡覺 因為我想要有那種 雍容華貴的氣質 跟從容不迫的那種很好的氣質 不是想要讓人家覺得 我是... 感覺比較便宜的 我是貴的 我便宜的 喂,什麼啊 對,我想要讓自己 是一個貴一點的感覺 你想那種是從內而外 散發出來的雍容華貴 而不是演出來的 對 這個東西真的很難 只是因為你沒有人生的歷練 它必須要有時間的堆積 它必須要經過人生的 很多起起落落 只有像侯怡君這樣子的人 才能夠演繹出來 我說的 如果更為對勤 掌聲鼓勵 太大了,我幫你拿大衣啊 太大了 趕快服務一下 讓我們掌聲歡迎怡君姐的示範 雍容華貴 侯怡 你看 披草在他身上好合理哦 最新的秋冬技法 這根本秋冬大秀 尤其那個要笑不笑的表情 巴黎時裝中的現在 掌聲鼓勵一下 好,超棒 剛剛是很搞笑的啦 還不賴 回歸到正題 剛剛你很疑問 你覺得你的個性非常適合跳恰恰 可是每次在比賽 或者是在表演的過程當中 總是抓不到它的韻味 對 總是那個標準沒有辦法勾上去 那我們就請教鄭竹男老師 好 到底為什麼呢 首先我講一下 今天這個表演是一個 了不起啊 鄭竹男老師住在竹南 但鄭竹男老師 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 這三個字 因為我今天完全對童彤 童彤本來就... 舞蹈技術就比較穩定 但我覺得對你很大的改觀 因為你今天在台上的時候 那個布幕一放下來 真的有那種感覺 貴氣 而且你今天舞蹈技術的成熟度 流暢度 你自己獨舞 以前你如果跟竹竹老師 在跳的時候 有時候會被竹竹老師的 舞蹈技巧壓到 我覺得今天可以看到 很鮮明的你自己的舞蹈動作 很鮮明 然後很清楚 然後動作的重量也很清楚 中心也很清楚 好,謝謝鄭竹男老師 開心吧 嚇死我了 好緊張 我腿都發軟了 看到你的成長 我心目中認為最高的 好,謝謝老師 好,謝謝鄭竹男老師 謝謝 開心吧 嚇死我了 好緊張 我腿都發軟了 看到你的成長了 是不是 謝謝 好,接下來請教 KIMIKO老師你的看法 竹竹,你終於 從裡到外的卸下心防 我覺得其實你... 你在舞台上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太乖了的感覺對不對 對,而且他太依賴了 因為你知道你跳得好 你的基礎也夠好 所以你一直仰賴的都是 是我可以 所以你都沒有那種 就是豁出去過 就是反正我做得到 雖然我很努力 可是跟我豁出去 就很醜試試看 那個是不一樣的心情 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情 讓我終於就是 你知道 覺得你在這個舞台上 你終於放開了 你是打從心裡面放肆 就是在享受舞打 而不是在去享受 那個自己身體的能力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 它的差別就在這 謝謝老師 謝謝KIMIKO老師 我相信貝童彤的壓力 每個人壓力都很大,OK 但是貝童彤他背負的壓力 可能或許會更大 因為從第三季 大家就把你當成是一個目標 想要擊敗你 或者是想要向你學習 或超越你 上次即便你拿到很高的分數 可是你還是流下了眼淚 對 因為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我那一天回家 我就寫了一段話 在我的Facebook上 我就說我不喜歡自己不夠堅強 因為我覺得比賽本來就是會有勝負 那今天你自己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輸掉也是應該 那你不可以 我就反省到說在我求學階段的時候 我一直就是一個 我只要當第一名 如果不是第一名我就都不要 我是一個不願意當第二名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勝心 讓我在我的人生經驗當中 吃了很多苦頭 但是我希望在 就是我接下來的人生裡面 我可以去轉化這個觀念 去接受自己也有缺點 有不好的地方 有做不到的地方 然後當你發現問題之後 你才可以針對它去改善 我也是耶 我也是這樣子 個性比較強 然後都希望自己做到最好 可是往往我們人又不是最完美的 對 所以我常常告訴別人說 我聽得懂這之中的差異 這不一樣哦 我懂 我懂 這根本你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我沒有 是不是有異曲狂風之妙 你舉的力爛透了 很爛嗎 那這些歡呼聲的意思是 是因為他們不懂 他們不懂 不擋這之中的差異 我是玩笑話嘛 我跟你講 這個意思是 我可以跟彤彤一起分享第一名 你們可以並列 對,但是我不能輸給貝彤彤 好 了解啦 對 那這個東西有一個人感受一定也很深 崔雅如 你們兩個一直在纏鬥耶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死對頭啊 對啊,上一次好像雅如 略勝一籌哦 是 那這一次看了他的表演之後 跟你今天的相比之下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看完了他的舞 我 就是 無話可說有兩個含義哦 是不是 這一般人的解讀嘛 是 你的無話可說的意思是 就是 我覺得老師講得很好 就是這支舞真的是極盡完美 它的確做到了太多 我現在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現在是就是 我會想要把他當成是我學習的對象 而不是想要幹掉他的對象 了解 非常好 每個人都... 我覺得在某個層次上 都已經放下了 既然這樣就不用看分數了 不行啦,還是要看一下吧 我想要看我有沒有比上禮拜進步啊 我上禮拜疊成這樣 還不行嗎 我想說你已經追求到另外一個層次 你讓我今天好好睡好不好 好 好 不要丟 乖 好,不要激動 我們馬上來看分數 可是你知道 另外再走下來的這個人 這個腳步是更沈重的 我們歡迎淡黃哥以及李若晴 歡迎哪位 一直對自己跳舞 非常有信心的貝童彤 在上一支的挫敗 讓他越挫越勇 重新的找到自己 面對自己最害怕的舞科恰恰 他勇於挑戰 是不是在這一次的比賽 可以挑戰成功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的,年度總冠軍 第二戰 今天即將要結局出爐了 到底誰 還會留在這個舞台上 誰要離開呢 目前貝童彤 還有余淯謙老師的分數 來到了89 6.7.8 分9 好,超過了 他們的分數會是多少呢 今天表現相當精采 到底跟鍾雅如誰會比較更好 貝童彤超過了 分數就是91.6分 竹門老師 KENIKO老師91.2分 佩玲老師,藍波老師92分 那先簡短的告訴你們此刻的心情好了 應該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貝童彤 對,我覺得分數比我上個禮拜好 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對 它證明老師有覺得我有進步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也會記得每一個老師給我的建議 Ugly but beautiful 這句話我會好好的再去揣摩他其中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我私人想問的說 你的分數贏過了鍾雅如 你有沒有小小的雀躍 憑良心說 這個舞台是不能說謊話的 我有鬆一口氣 想說總不能三次都被壓著打吧 這樣我們第三季的顏面誰來扛啊 怎麼可能被壓著打 對啊,我們第三季的顏面 也是要顧住的好不好 是 是不是老王、大王 你這時候笑得接得剛剛好啊 好,恭喜你們二位 謝謝 雖然面對自己最害怕的恰恰 貝童彤卻選擇了用高難度的 三人國標舞來再度挑戰 可以說是勇氣十足 而他精采的表現 也讓他獲得了八強一人中的 最高分哦 很不忍心今天若晴 確定在這次比賽被淘汰了 但這個過程到今天為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 在練舞的過程一定有他辛苦的地方 但是所有的辛苦跟挫折 對我來講都是一種幸福 因為在這個舞台上 我可以不斷地超越我自己 然後我在這個舞台上 我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然後我也非常謝謝文藝老師 不管如何 雖然這次真的被淘汰了 這是我們剛剛給你們的獎狀 請留作紀念恭喜兩位 是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上面有李珞晴的名字 是因為我們獎狀每一個人 藝人都各做了一份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誰會被淘汰 不管如何今天可以站在這 跟打仗 打到現在 我覺得余有容顏 已經夠厲害了 謝謝 在送你離開這個舞台之前 我想你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同事 是不是應該給他一個最大的擁抱呢 來,歡迎所有的同班同學 來給珞晴還有文藝老師 一個最大的擁抱 因為他們將要離開這個舞台了 謝謝各位同學 這麼溫暖的擁抱 接下來就是要面對現實的時候了 必須告訴二位 雖敗猶榮 希望有機會再看到你們 來挑戰這個舞台 好 此刻必須請你們離開這個舞台了 謝謝你們 謝謝 珞晴,拜拜 文藝老師,拜拜 謝謝老師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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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拜託 跟不上 但毫無國標基礎的他 卻從不親眼放棄 甚至無條件的接受老師 嚴格的訓練 阿倫老師,給你一步 救命啊 救命啊 會啊,救命啊 救命啊 即使身體酸痛到 快要掉下眼淚 體力也早已用到了 最後一分一毫 然而比賽前 珞晴總還是會抽出時間 不嫌麻煩的到攝影棚 來勘察場地 而也正是這份認真的精神 讓珞晴每次的表演 都精采萬分 備受好評 而最終 他更以冠軍賽第二名的 優異成績 成功敲開了年度總冠軍賽的大門 明星舞王 舞后爭霸賽的第二名 李珞晴 然而面對眾多強勁的對手 即使珞晴年度總冠軍賽的表現 亮眼突出 但卻還是慘遭淘汰 無緣問鼎 最後的年度總冠軍寶座 希望未來 我們還能看到珞晴 再度回到這個舞台上 翩翩起舞 從不懂 然後有點害怕 然後到後來慢慢喜歡國標 然後他的每一個舞步 都是深深吸引著我的 雖然沒辦法跟大家征戰到最後 但是我覺得也與友榮妍 跟大家一起跳舞 我覺得很幸福 所有的老師 所有的藝人 七位非常非常優秀的選手藝人 你們也要好好的把握 你們下一次的比賽 再怎麼辛苦、再怎麼累 一定要把自己最大的能量 釋放出來 展現在這個舞台 獻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替自己說聲加油好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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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Let me hear you say it now Right now Let's do it